欢迎收看大型长篇评书 我从战场归来 我是蚕蚓王刘嘉琳 作者唐世宗 我们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拍摄 溜吗 溜 那个什么 就好多人还说那个 你这挥舞这个 确实还行 因为我自己想了半天 我真的全世界没有什么那个节目 是成天老挥舞大ik 然后给你聊一特逗的事 但是这其实这是我的想法 就是如果当你 遇到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请你不要 就是你看那一件新事的时候 请你不要有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评价 应该多看一下 因为这些这个世界上 有一件新生的事物 挺不容易的 对到现在这年代 有新生事物绝对不容易 而且还有一件事是这样的 就是至少我们这个说评书 没教你学坏 正能量 正能量 因为其实我跟你说一下这个 为什么要讲这本书 这本书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 我已经到40多岁了 我当不了一坏人了 就我彻头彻尾都肯定当不了一坏人了 就你知道我跟坏事我干不了 就比如骗人 坑人 就反正就这些事我干不了 肯定是干不了 这是在我骨子里头已经有这样了 就是为什么我有那么多机会变成一坏人 我就太多机会不好好念书 成年给我把我滚的货用 对 没事 其实变坏的机会很 我周围有好多小龙玩 不正经的孩子对吧 我变坏的机会简直太多了 对吧 就各种各样的 吸毒货 对吧 好几个哥们 因为吸毒 也不叫哥们 就是熟人 因为吸毒进去了 就为什么我没变坏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应该好好听我这评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当年 我心目中有三个人物形象 是直接影响到我的人物形象 第一个人物形象叫海明老 因为海明老的书我通读 你读完了海明老的所有书以后 你就明白一个男爷们该怎么活着了 就是什么叫 你可以把我打死 但我绝对不会把我打败了 就你还可以把我杀了 对 你还可以把我打废了都没问题 但是你还不可能 把我打败了 你赢了我那不可能 你还即使我打的 我都 我都卧窗不起了 我脑袋里想的 还是怎么能赢了你 你不可能赢了我 每一个男人都应该是这个心态 这个地球才会 往前走 女人不应该有这心态 女人是厚德载物 另外一番的牛逼的心态 就是男人女人应该有不同的这种 角色吗 对角色不一样 女人更应该做的很多事情是承载 因为阴阳他有 该干的事你不能让俩人都干一样的事啊 那那那事谁干啊 对吧 他比事是有那么多的 你不能 大家都老奔着那阳刚的那个劲儿来啊 那还有阴柔的美呢 对吧 咱们就这 咱们不说女的 咱们就说那男的 男爷们儿 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这海明老 海明老让我知道男爷们该怎么活着 第二个就是唐石老 唐石老是告诉我该怎么做 就全是招啊 实际性的实际应用性的 大实话 我昨天还跟唐老师聊这事 我说这当年就我就亏着看你这书 我学了好多高招呢 对 各种什么偷拍的 怎么贿赂人什么的 各种高招全是从你这书里学回来的 第二个就是唐石老 第三位叫阿诚老 就我到最后 我肯定会说一本书是阿诚老的书 阿诚老我也能找授权 能让阿诚老授权我 你讲吧 没问题 你平平平吧 其实我最想讲的阿诚老的书是什么呀 《威尼斯游记》 《威尼斯游记》写的简直太棒了 那是我人生中 像一盏明灯一样的一本书 《威尼斯游记》 就是当我特别茫然 是一个大学生刚毕业 茫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前程的时候 就是我该干嘛 就很多年轻人不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就我长大以后我该干嘛 这不是你上小学的时候 我要当警察 我要当科学家 上学的时候都想我的目标是上大学 上了大学之后就发现没目标了 不是上小学的时候 你们还说要当科学生 当警察 当医生当老师吗 还有这样的想法呢 然后你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可能就是要上大学上大学上大学 上初中的时候要上大学上大学上大学 上完大学你该干嘛 就忙忙了 忙了了吧 就当年我上大学快结束的时候 看了一本书叫《威尼斯游记》 这本书是什么呢 就是讲阿诚老 在威尼斯这个城市 每年都会请一个世界的文化学者 就是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文化学者 他每年都会请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去威尼斯城 住一段时间 一个月时间吧差不多 将近一个月时间住完了以后 你给我写一本书就行了 叫做《威尼斯游记》 每年都出一本《威尼斯游记》 那就是每一个 很多作家都写过 对对对 每年都出新的《威尼斯游记》 是不同的人写的 然后你们去看阿诚老的那本 《威尼斯游记》 不后小包叔叔很包 那个书写非常好 那本书我从头到尾抄过一遍 就是我把那本书 从头到尾抄了一遍 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抄了一遍 就写了一遍我自己的故事 就把那本书所有的状态 写成了我自己的故事 重新来了一遍 就那本书我爱到这个程度 当然我自己发的就我自己看 我自己写的就自己看 往往发的就是纯抄人家 也不叫纯抄人就抄他的那个 结构 笔风 叙事态度 以及你知道阿诚老的叙事态度是什么吗 叫蒙太奇 就写书写成蒙太奇的中文写蒙太奇 我认为阿诚老第一 就是我跟你说啊 就后来你发现我聊天 写书各种各样全是阿诚 就是阿诚老的一个态度 就是阿诚老写威尼斯游戏就写了3% 关于威尼斯什么的事 那我让你先写他 他就写了关于威尼斯这城就3% 全是闲 但是都和这个跟这事有关系 遇到一个什么人就给你写一大堆 咸板讲这个人 遇到一个什么事 就给你写一大堆 乱七八糟咸板讲这件事 遇到一个城里看见一个雕塑 他连那个威尼斯那个 在那个街头听着人唱歌剧 这里都写一大堆咸板 哇那简直太牛逼了 从这我就忽然间知道 这男爷们活一辈子得丰富 就你你什么叫咸板啊 就是你的知识量呗 就丰富 你看郭德纲 郭德老 岳波老 不行咸板不行 岳波老咸板跟那个 郭德老比差太远了 接触的人 对这倒是 岳波老接触不了 郭德纲那么多人 所以他就没那么多事 他知道都是自己本行里面 专业的你不知道那些牛逼的事 他拿那点不啪一点 你能乐一个 但是你听你让岳波老说 别的咸板都说不了 但是德纲老不是 德纲老厉害 各种咸板 那也太厉害了 那真是一个 那脑子里头 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 那个马斯克那生物那个 人机接口 是不是先应该接他们俩 对 给吸出来 到底有多少 我 三百多块剃了 就是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 这是阿诚老 海明老 阿诚老 还有是唐氏老 所以就是 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闲门 其实我就是想跟大家说 说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 我有无数的机会变成一个坏人 但是我没有变成坏人的 唯一原因就是这三位老 我建议大家都去看看 这三位老的东西 就是两位中国老 一位外国老 这两位中国老 我觉得跟这位外国老 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三个几乎是一样的人 几乎就是三个是一样的人 一样性格的人 你看他们写书都爱写闲门 海明老也爱写闲门 写着写着不知道写哪去了 写着写着思绪就飞在那去了 就经常都是这样 所以就我喜欢这样的 他生活太多了 所以他那闲门多呀 一事能就想出八个事来 跟这有关系的 对吧 我们上一集讲 是讲到哪了呢 讲了他已经到大使馆了 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个那个 背景 对整个这个冲突 整个这个波斯湾战争的这个 整个这个大背景 但是说实话 就整个波斯湾战争的大背景 能分出好多集来讲 因为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事 就是所以在每集里头 会讲一些一部分 当时的真正的态势是什么呀 你们一定要买书啊 我就是不放那书里边的照片 给你们看 买书就看明白照片了 因为我这讲评书 他不能给你讲PPT 所以看不了照片 你老师买书你就看了照片了 然后呢 你买完书以后 你就会发现其中有张照片 我昨天就问唐老师 那里边啊 有两个那个 他在巴格达街头拍的 咱们先不讲他偷拍的 先不说这偷拍的 先看这俩这俩军人 我当时就说 我说这个是 您说的是底下那个图片标注 写的是 伊拉克的政府军 有在驻扎在巴格达的伊拉克的政府军 然后那有可能还是伊拉克的国防卫队 或者什么麦迪纳 光明师 什么有可能都是那种王牌部队 都是他的厉害的那些部队 但是 这可是他怎么穿衣服不一样啊 就一个穿的是欧击绿 六五 一个穿的是丛林六五 就是迷彩的那六五 那么六五都不一样 是一个军服但是不是一样的拼色 一个是花的 一个是单傻的 俩人 枪倒一样 全是AK 俩人在这站着 唐上来张照片 后边是他们那个 那个巴格达那个 弯道那广场 那广场四把 利剑的弯道 太猛了 那其实我觉得特俄罗斯 反正特狠 就来了这么一张照片 我就问他 我说那他们的 这帮人他妈都穿的军服都不一样 这打起来怎么认我啊 这你区别不开了 这不像我一开始跟你说的 说这个这边人都穿着 红方穿一个样 对 红方穿一个样 蓝方穿一个样 或者是红方这都系红 这一块红布 你看那八一 旗 南昌旗 那不就是这系块红布吗 穿的军服都一样 跟那边 对 跟对方的那些 穿的军服是一样 那你怎么区别就系块红布 就不一样了吗 他老是跟我说 压根没打 都是朋友 这不就应了我那些说的吗 住插户住的科威特 不是打的科威特 就直接通话了 是住超户住过去的 不是跟你说了吗 先修路 就都住出感情来了 先修路 不是住出感情来 你还是不能说住出感情来 但是 我告诉你 收科威特 伊拉克去打科威特 他就不叫打科威特 叫收复科威特 就像我国收复台湾一样 明白 科威特 想独立 就像新加坡一样 脱离马来西亚一样 新加坡脱离开马来西亚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就两边的心里 离的都不远 岔的都不太远 两边人都能互通 怎么打呀 我恨不得能喊出我大舅哥来 就我大舅哥在那边呢 用不着那一军服区分 不打 没打科威特 没打 不是打的 用不着打 直接就开车开过去了 开到那人家就 你真来了 来了吧 来了 喝水吧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态度 就是你们他妈真来了 卧槽 真他妈打进来了 怎么打进来呢 其实是什么呀 是 其实这个时候还能再提一个 另外一个神事 整个波斯湾战争是怎么发生 就是美国人怎么就发现 伊拉克人就要干这个 对呀 人家两家事他怎么知道的 他怎么知道的 就在这会儿 就同一时期90年初 九零年的七月份左右 就九零 先是九零年年初 美国人有一个新的间谍卫星 发射到天上去了 之前美国人的间谍卫星都是 胶片你知道吗 真的是胶片 在这儿拍的是胶片 拍完胶片以后给送下来 在卫星上给扔下来 差不多原来那些卫星技术 间谍卫星技术就是这么 你别以为多高科技了 以前就是把一真正的照 你胶卷照 你带到天上去 开开开拍完把胶卷扔下来 他能拍到这么远吗 能拍镜头好长 三米嘛 他那个分辨率是三米分辨率 就三米范围能不能看见了 能看见到三米范围了 到三米了已经了 那个镜头分辨率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 90年这个时候 胶片被取消了 可以变电信号传下来了 数字信号传下图片了 然后就不是哪撒 就是五角大楼 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就现在也有 有一个专门部门 就是分析这些卫星照片 他们就是在一个大图板上 然后做比对 就是把上一张照片 和下一张照片重合在一起 找不同 找不同 就怎么对比卫星照片 就是这么对比 就上一张 这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检察署一张 没有任何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一张照片 同样位置上拍了一张照片 有一张是参考的 你顺便把他往上一对 哪有什么不一样 马上就看出来了 部队有什么变化什么的 发现了麦地纳光明师 他们就通过这个卫星图面 发现了大量的军队 沉在了边界的地方 老早美国人就知道了 开干什么 美国人全都知道 所以为什么那么快 第二年的四月份就开始 开始准备 就开始干 干伊拉克了 91年的四月份 就开始准备要干伊拉克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间谍卫星这件事情 已经实现 电信号传真了 电信号传真这件事怎么来的 自己想想 唐世老林德那是什么玩意儿 传真机 对 美联社给的传真机 用的差不多就这计数 它就是拍一个底片 拍完这张底片以后 直接底扫它 扫完了它以后 直接就电信号传真内信号 就给传下来了 这个时候间谍卫星 1990年的间谍卫星 还是这么原始的 其实还挺原始的呢 还不是说已经先进到 像现在似的 直接就全都是数字实实的这么看 没有的 人类还是在疯狂的进步的 用这几天 然后 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事情 当 整个我们看到这个 唐老林德拍的这些东西 就是 后来我就老问呢 我说这真正一开始打 这感觉没打 他说确实是没打 确实是没打 真正在他拍照片的时候 感觉也感觉不到那么多的 真正的战争 紧张气氛 真正的紧张气氛是从美国人哪来的 我们这一期讲什么呢 就讲唐氏老的第一个任务 唐氏老的第一个任务 是什么一个任务呢 是一个官方任务 因为你作为一个新华社的起者 你出去的时候不是让你说 给你扔大尖你瞎拍去 对 你得有主题 有内容 你得有目标 有任务 不是 其实你说的那些都是虚的 对任务 特简单 你什么得有任务 什么重要件啊 那个新华社给你拍任务 你明天你需要拍哪个去 后天需要拍哪个 有好多可能是政治人 嗯嗯嗯 就大使馆下来的 嗯 嗯 比如说哪天哪天需要 需要全世界的新闻记者 都来这拍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伊拉克的新闻部 对发布会 发布 类似为发布会 或者是什么一个游行 嗯嗯 你知道那伊拉克的游行是什么呀 他让你拍的游行是什么呀 就是返美呗 对 返美大游行 唐老师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上街头拍返美大游行 呃拍返美大游行 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说心里话 就是 你不能什么都拍 嗯 你拍不对了 就很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像现在就是 删卡 没收卡 对 哎 那帮人特二就在那拿那机器删那卡 你们不知道有一个叫 magic pqmagic 好像有一个软件 就在pc上好像有一个软件 叫pqmagic 可以恢复 到什么格话都能给恢复回来 你忘了 我以前的硬盘 我什么格了的硬盘 多少恢复 恢复 恢复数据 那个 就你拿机器 pia famit 那个 那有弹用啊 我想把这个找回来 真是太容易了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真正不想让人拿走 方法是把卡莫输 嗯 你绝了 对 毁了 对你就真的没有了 要不然你得 隔了隔了吧 隔了我不动那张卡 那回去 回去分分钟就把那张卡 给恢复回来了 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难事 但是在那个时代 那是胶片的时代 直接给你开开 啊 擦把胶片给你揪出来了 全满了 你就彻底完蛋了 曝光了 对 那怎么办 如果你想拍到你好 想要拍的 拍的东西 该怎么办 这个在我的摄影生涯中 我把这件事情 就是唐老师现在干的这件事情 他教大家干的这件事情 我 干的如会贯通 真的要是说都是他徒弟来说 我肯定最牛逼的那个 就把他这招真学的都如会贯通了 就是我之前是大量的也使用那种 伍迪马克兔啊 加手柄 那种大个的长期看起来就像个摄影师 对 看起来就对 对吧 然后大概是我从我从事完摄影这行 已经进入一个境界了 就是我还是当领导了 我管了一大堆摄影师了 我到了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 而且我自己也拍了很多 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片子 卖了钱吧 我也不说他得不得奖 我从来不去参加 从来不参加各种样的协会 我觉得虚头八脑的 摄影师没意义 最重要的就是你还那照片能卖钱吗 就像唐老师那种 能卖演员会第一 对 他那照片演员会第一贵 这就是最牛逼让我认为 我他们就这么世俗 这就是一标准啊 对我认为就摄影师对摄影师的标准 就是你还那照片是删影照片能卖钱吗 新闻照片你那新闻有新闻价值 能不能有新闻价值值钱 这算是行业标准 对你行业标准吗 硬标准 对啊 不用看什么德哲艺术 那你老老师就当艺术家去 我没说我是一个艺术摄影家 那我就一个风影 风影商业摄影师 那就是我的照片的唯一评判标准 就是值钱 我拍出来都是值钱 这就是行了 我就满足了 然后呢 如会贯通的离间什么事呢 就是当我成为一个 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正的摄影师的时候 你没发现我就换转机了 对 就越换越简单越换越小 越换越小 越换越民用 让人看起来就特民用 像游客 就我跟我媳妇老这么说 你那照片拿着一定要像一个死游客 当你带着照片你看 我平常出去就这样 你不会觉得我是一专业生是吧 我想偷拍子 就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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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是一正的 反正现在光圈什么都已经调好了 在无限远上 光圈弄了十一 全清楚 没有虚焦 那个唐老拍了一张 一个小女孩和他妈妈的一张照片 那妈妈在帮她整理 我说这张照片我看着真的过夜 我说带着你开大光圈了 我说当时光不好 对对当时光不好 他想拍的特漂亮那些 后部又乱 后背里又乱直接拍一顶大光圈 后面全虚 妈妈和那孩子 一个特写就出来了 包括还有后来 你看他没开大光圈了 就是他拍那个 no war 什么 no war什么piece 小孩举着纸上 对小孩 no war no war 还有no不时吧 反正就大概就那么的 小孩举着牌子 那个 那个就是十一光圈拍的 就是大概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知道一个职业设施 站在大街上 他的机器 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器 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镜头 玩成这个组合以后 就可以大量的去干这个 偷拍的事了 你知道偷拍的精髓是吗 真的真的 你知道偷拍的精髓是吗 我就是在第一个节目 讲偷拍 偷拍的精髓你知道什么 说说 叫懵傻逼 就你一定要把那个 你想懵的那些人 都当傻逼 就真的 我不是侮蔑谁啊 就你自己 一定要有这心态 拿他们家当傻逼 为什么这么着 我给你讲啊 昨天偷拍的 抢战 我就觉得 这老头儿就这么坏 就这么这种 就这种好人的这种 邪门歪道的 这个坏劲 太他妈可爱了 怎么 这事我以前真这么干过 就完全是他 一比一的学过他这招 跨撒相机 撒相机全是特专业的 大哥那种 上面第一个 顶着一个200 大白嘛 大白白 你作为一个摄影记者 你这身上得跨一个大白白吧 就你家能的那个 就个名片似的 70200 你这顶于那个吧 然后旁边再搁一个尼康的 一个24的一个广角 也大个的机器 最底下挂一小雷卡 他挂的M4 那M4你们知 见着那M4你们知 那M4如果被屎烂了 而且唐老师说过这么一件事 我昨天都快 要这么欠肉 得跟唐老师接着 昨天唐老师说 你叫我亲兄弟 高兴走 快收拾快收拾那M4 唐老师拿了一M4 说我那M4 没什么关系那台机器 那看起来就跟傻瓜 他们不懂 那看起来就跟傻瓜似的 而且我那M4被磕的了 你把刀上面都掉漆了 你黑上那M4被磕的一掉漆 而且M4这机器 就你别看莱卡这机器 这么牛逼 真正使得莱卡牛逼的主 全是把莱卡给造了 烂七八糟了 因为真的是机器小 特别容易到处拍 然后容易磕碰 它那机器特结实 磕不怪它 所以它经常容易被磕碰 磕完碰以后也不保养 真的不保养 当你买了它就没那么贵了 就是你买到你手里开始使它了 尤其使了三五年 你看像我使这个莱卡什么的 这些设备 使了这么就使了半辈子 一直在用这些设备 我就不觉得它贵了 它早把我 它自己钱挣过了 对它早把自己 输了甚了 我这些都免费的 可就是造 造坏了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 有的是这镜头 能都能买着 不是卖不着 对吧 我有 我媳妇见过我好多一模一样 就造坏了 想着不想再去买一个去 把镜头造坏了都过瘾了 就真正的使用过度 对我觉得这是一摄影师的一个荣耀 我靠我 对对对 我把我镜头给靠坏 不是摔坏的 不是把地上摔坏的事 干活干坏就使坏 干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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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使得磨得完蛋了这镜头 这多牛逼的一件事 唐上就说我那莱卡 那正宗老师摔扁了 然后那个没有任何人觉得 那是一台好机器 所以 所有 为什么一开始我跟你们说 一定要把他们家当啥逼萌 上面这两台机器 基本不干活 就是样子货 还是跟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 洋艺会的时候 拿个假机器 里头装好卷 随便研 但是不重要的照片都拿这些 你说大街上扫 这还行 就差不多这种 我要出活 不拿它 我心里知道哪台机器 是真正出活了 这两台机器干嘛使 尤其那大炮 大炮是干嘛 大炮就是让人拆的 所有的傻貌 小白白不懂的 上来全拆大炮 觉得你那大炮里头 装着好多偷拍出来的 牛 那些 敏感照片 明白 就应该 就这专业就业之间 那肯定实在 对 先会把大炮给干了 大炮干完了以后 就干那二十四 那二十四 尼康上面 带着手柄 带着马达 带着马达吗 这底下 我这原来也有马达 你加一马达 后来把马达摘了 再不装了 那看起来 那么专业干嘛呀 不装马达 没用 我告诉你 我已经都 已经都牛逼 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说 很少有人像我 这么干活 你看我这底下 这电池盒上 那盖都让我给拆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快 对方便装电池 就方便换电池 就不用还得再扣盖什么 直接一捅就下来了 马上就怼新电池进去 接着来 你看这盖 我所有记忆的这底盖 都被我拆掉 没用这玩意儿 这底盖太麻烦了 还得扣开两步 就直接一步 直接就一捅电池就下来了 把电池盒里一推 就开始继续了 这个就是真正的摄影师 和老百姓的区别 职业摄影师 和老百姓的区别 这你倒明白了吧 要把老百姓 当傻貌貌貌 就那些检查到警察 你就把它当成傻貌貌 那特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那些大鸡 他们肯定会查 然后把这小莱卡 挂在最底下 对不起眼 人家看完大的 弄完就想 人家肯定就说 职业你看 你看嘛 人家看什么一破案 你看我这镜头 都出来扁成什么样 就不是职业摄影师 应该手里都没有扁莱卡吧 真的 我觉得可能就职业摄影师 你看都不圆了 我这是自己拿钳子 用回掰也找圆了 对 我觉得就是那种 不是职业摄影师一种 就只把它供着 对 因为你不是职业摄影师的话 你玩莱卡这些镜头 蔡思这些镜头 你肯定是供着他玩 但是真正的职业摄影师 手里可能都有 就狠屎他 对 一两个这种 干扁了的莱卡 就周光罩给干扁了的莱卡 我见过好多大师的周光罩 都给干扁了 那不定就是干什么活的时候 就给按扁了吗 但是 你给他 再换一个不也行吗 就是个周光罩 这不是什么 要紧的东西 他的目的不是就是 也是为了保护吗 对 你看我 擦镜头 就直接拿衣服里边那边 就敢擦这镜头 所以说 卧槽 你还把镜头刮坏了 刮花了吗 不就 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不是有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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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完了 来啊 就是那优维性 就是让你干这屎了 不是为了让你 精细的 在那供着它 这些设备 都不是为了让你 真正的这些牛逼的设备 莱卡蔡司的好设备 康奈石 就我用的这些 唐浩用的这些好设备 真正级别的好设备 都让你豁的 豁着屎没问题 造的结实 大莱卡头为什么那么沉啊 结实 豁着屎没问题 为什么均用用莱卡呀 结实 你看那个 刚才一开始 我不就讲那间谍卫星了吗 那用的是什么镜头 你不是问我 怎么能拍清楚 莱卡头啊 好莱卡头 以前我记住 我买过一个头 绿色的一个莱卡的一个镜头 那个镜头 就是飞机上用的 就是它在飞机上 高率就在拍的 飞机上往下拍的那个 就是那个镜头 分辨率特别高 那个镜头 我有一个80吧 还是85啊 莱卡的一个在飞机上用的一个拍广视角的 你看8级才拍的广视角的飞机上高吗 8级的一个拍的特屏 那镜头即便没有即便做的 所以就是 这你倒明白了吧 当傻帽懵啊 这时候 大哥就上了街头了 开始出任务 出任务又得着他了 他是因为什么去的青海 你还记得吗 大家往前倒 唐石老是因为什么去的青海 因为跟北京混不下去了 1989年跟北京混不下去的唐石老 积攒了 积攒了大量的街头摄影经验 是 尤其在这种行进队伍中的街头摄影经验 如何才能在这种游行队伍中 受人尊敬 让人愿意拍 就是你拍照片 让人家就欣然介绍了 对 不去有那种抵触情绪 特简单 跟着他们一块喊 Fuck push Fuck push Fuck push 混入他们其中 那个布什 那Push 是不是那种 Push 就那个矮树丛 是吧 小灌木 对 就是他们家之前都是园林工应该是 对就跟Smith是一样的 对就跟那个叫各种史密斯的 就是以前都是铁架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道理吧 布什他们家应该小布什他们家 应该原来都是搞园林工作的 小灌木啊 我跟你说再给你插一个 就当年我开始玩游滚的时候 就那时候玩那个打口袋 特牛逼 哪有一张大口袋 不会英文啊 那时候刚小学刚毕业那会儿初中吧 那英文不行啊 还没普及教育呢 分字典 什么鞋子 阿尔 阿尔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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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这词啊 哦分开了 阿尔是一词 史密斯是一词 再这么查 阿尔什么意思 气 史密斯铁架 空气铁架 我最早翻阿尔史密斯就是空气铁架 真直白这一词 空气铁架 你说你听什么乐队 就我听空铁啊 你们知道什么叫空铁吗这乐队 不知道吧知道有高铁没听过空铁这乐队吧 阿尔史密斯 阿罗史密斯 空铁对吧 一定记住这个啊 就是大家那时候都 大家有多执意 对为什么叫阿罗史密斯 艾尔史密斯啊应该叫 对吧 应该叫艾尔史密斯 为什么叫阿罗史密斯 那时候都翻译成阿罗史密斯 阿罗史密斯空铁 太猛了 就是反正大概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 就这么一个感受 你就喊嘛 然后一看 兄弟这么老远来这 支持我们 对 你是兄弟受人景仰 然后这时候他旁边还有一句 因为我跟你说 就同行爱和一块 你看他在那个 就之前我跟你们前面讲的时候 他们那个唐世老在 中国街头上拍的时候 有一张著名的照片 那张照片讲得太牛逼了 那张照片 就是那张照片 最左边是那个塔斯社的记者 然后下边有一个美联社的记者 这边有一个BBC的吧 然后上面有一个中国 军队的一个报社的 然后旁边是唐世老 那太牛逼同框 那么多个很有历史意义 对特别有历史意义 特别多的牛逼的记者都在里边的 而且叫得上名来 每个人都很厉害的记者都是 都是有名的 想去《警官军日报》的 旁边站那个 站那个唐世老旁边 那个《警官军日报》的一记者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人爱扎堆 都是摄影记者嘛 同行嘛 同行在这时候就不是冤家了 同行互相帮忙 对 互相帮忙 上来看这一记者马上就先打招呼俩人 打人招呼以后就一块干活了就开始了 就是一块走一块干活一看一块喊喊喊 互相照应嘛 不是各种喊 然后这俩哥们一白人一黄众人 就是得到了整个队伍里边的 各种各样的景仰 拥护 拥护 然后什么照片都能拍 然后拍完了以后 唐世老才知道 他旁边那些白人是不是 是没脸色的 其实这是一个 大家都使一个招啊 对 大家用的全世界 大家全使的是同样的招 就特简单 你看这狼裙啊 你如何才能不被狼裙吓着 跟着他们一块喊 就跟着狼一块嚎嘛 狼肯定都傻了 我去 这是哪来的时候 这你呀怎么也会说我们这话呀 你跟着他一块喊呗 跟着他一块起大哄 这唐老师这绝对有经验啊 他有相当强烈的这个 唐霍鸣 街头的这个 你们老看那个 那个袁老师节目 你们看袁老师节目 这没明白啊 那袁老师每次都拿一个派子来 然后说那个 我这今天没派子了啊 或者拿一手机一看 我今天没派子了 派子让他们拿走了 就他们公司就不能给他专门配一派子嘛 他他们那么牛逼 为什么不能给他专门配一个派子 就永远他使啊 或者让袁老师也像我似的 换一手机 你看我牛逼嘛 这是我手机 这真的这不是别的 这不是派子啊 这是我想了半天 我就干脆我老老师 因为我现在不怎么吃手机 我用的最多是卫星电话 我出去的时候 手机没用 没有信号 在我们这手机出门 15公里就没有信号了 基本上就出城15公里就没有信号了 没有有信号的地方 你只能用那卫星电话打 所以那他们手机对我什么用都没有 就只能家里的上网式 后来我跟我媳妇说 正好我的手机坏了 跟我媳妇说 我别室内 我这是谁这个 我谁能插电话卡的派呢 这多爽啊看着 听歌声也大 听听书什么的 声大 看YouTube什么 呱呱这多过瘾 老年纪就半天 我比我妈那手机还大 对 那天我拿这打电话 我妈都看傻了 你还能打电话呢 我说这电话呀 我这猛吧 什么都得跟人不一样 昨天我带我们家姑娘出去 开那个UTV 直接这大派子 插往UTV 插 咛咛咛开始放音乐了 不是过瘾 感觉能带地这台走 就我们继续回到正题 就是这个唐老师这个有意思呀 在这个街头 看着了这各种各样的神奇的事情 神奇的怎么来拍摄 这时候就让人给劫了 啊 还是被劫了 还是被劫了 被劫了怎么办 就是 大家听我下一集 巴格达街头 出现了大量的湿火盘清凉油 哈哈哈 好 好好好 谢谢大家